嗨,大家好,我是科娃蜜布玛 今天带来两部精美的巨兽类型短片 其中一只是巨型螃蟹 而另外一种则是紧急的蜗牛 在古老传说中 深海里有一只巨型海怪 它是一只灯塔寄居蟹 最开始还是个宝宝 喜欢把人类帆船装进瓶里面当玩具 后来它渐渐长大 收藏瓶里也多了汽船 等它成年的时候 体型已经大如岛屿 人类文明也步入了现代 人们的相机就像机枪一样 咔嚓咔嚓不停 螃蟹玩心不减 又想把这轮船纳入收藏 但现代以来 人类在近海堆积了太多的建筑垃圾 它的前腿因此被卡住 动弹不得 船上的人们倒是毫不害怕 甚至还降到它的背上 把灯塔当景点继续咔嚓 这吸引来了更多的右轮 它们纷纷降下船毛 把螃蟹童年时的收藏纷纷砸碎 它害怕最珍贵的瓶中帆船也被砸碎 忙把它藏到了身子下面 时过境迁 海水已经变得浑浊 螃蟹还是动弹不得 只能睡觉 一艘潜艇路过拍照 才唤醒了它 此时呢 人类已经在穴背上建起 娱乐中心 不光整天咔嚓不停 还把灯塔当作蹦堤中心 城市建筑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重 螃蟹不得不降低身子 压在了脆弱的玻璃瓶上 尽管它已经没有余力支撑 可人们还是不管不顾 仍然用直升机增建 压垮螃蟹的最后一根稻草 终于来了 螃蟹把瓶中帆船压得粉碎 岛上建筑成片倒塌 人们也做鸟兽散 螃蟹无心顾虑其他 只用脚敲了敲心爱的瓶子 发现它碎掉之后 自己的心也就碎了 它的身子衰老破碎 城市废墟沉入海底 而它最初寄生的灯塔 也不例外 可故事并没有结束 在这座灯塔下面 又钻出了另一只螃蟹宝宝 它和上一只螃蟹一样 喜欢抽烟斗 而且也和它当年一样 又开始调皮的爪翻船之旅 虽说这部短片 最终是在欢快的情分中结束了 不过呢 我认为它的内核还是沉重的 片中大螃蟹的死亡 应该就代表着 我们对环境的璀璨 而片尾小螃蟹的诞生 就代表着新的希望 但是新的轮回开始之后 人们真的会吸取这次教训吗 相较而言呢 第二部短片就轻松得多了 话说 在14世纪 法国人民遭遇到一种巨型怪兽的袭击 而这个怪兽 竟然是蜗牛 这种伯根地蜗牛 有着坚不可摧的价格 杀气腾腾的眼神 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猛兽 所到之处 只留下死亡 法国勋爵本来整高高兴兴的 吃着大餐呢 被巨兽打扰得很不开心 便把所有军队派到城墙防御 可 虽说巨兽们就在城下 而且也确实在攻城 不过吧 他们愣是把这点距离 走了一下午 也没有走完 半夜 士兵们昏昏欲睡 忽然被咆哮声惊醒 原来巨兽们终于攻到城下了 所有人都陷入慌乱 只有一位勇士拔出双剑 发起冲锋 结果 就叮咛全了便当 其他人想要还击 可巨兽不怕刀枪力大无穷 就像一座城楼一样 缓慢而不可阻挡 人类再次回想起了 被蜗牛支配的恐惧 勋爵被逼绝境之后 显用餐刀最后一搏 却错把咸盐撒了出去 实际呢 刚才还不可一失的巨兽 竟然就地化成了气泡 而勋爵也曾起立糊涂的吃货 摇身变成了就是英雄 其他法国人也知道 这个弱点之后就不再害怕了 而是把敌人变成大餐 对他喜爱有加 经过几百年的调教之后 蜗牛逐渐变成现在的尺寸 而且他们也进化的 越来越好吃了 短片里面 撒盐杀蜗牛的桥段 应该是出自民间 普遍流传的传说 也就是对蜗牛撒盐 它就会呲啦一声 化成水死掉 现在呢 网络上有很多 做这种实验的视频 大家一搜就能搜到 不过吧 这个视频里面的蜗牛 都挺惨的 也不一定适合每个人观看 说到最后 还是直接就放结论吧 蜗牛确实会死 但肯定不是 此蜡医生化成水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